每年的台北動漫節呢 都會在世貿醫館 吸引許多的排隊人潮 不過今年因為防疫的關係呢 主辦單位呢 祭出在場外分批人流進場 以及場內達到6000人 就採取一出一進的相關防疫措施 拜各位 陸長 然後全城 請跟我 佩戴口罩 防疫的期間不怕說那麼多人 我覺得第一天應該還好 然後就是我自己也防疫有在做了 花多少啊 有1000以上而已 現在是高中是不是 國中 防疫期間不會怕喔 有做好防疫措施 民眾不擔心防疫問題 衝著時下流行的鬼滅之刃貪委而來 元首一帶各式商品 可見鬼殺隊魅力無窮 而動漫節裡COSER最愛逛的服裝 道具攤位 像是火影忍者裡的主角之一 帥氣的配刀 再加上華麗面具 造型相當多變 去年來說 就是因為有像正訓券 或是一放券 所以可能在 就是客人上面的出手率會比較高 就是像說買東西上面比較不會說 去考慮說 欸 它的價格差100 200 但是今年就會 可能就會開始考慮說 它是不是我喜歡的 就是這個差別 所以可能業績上面會差很多 那個 差到五成有 動漫節周邊商機不容小覷 但受到疫情影響 以及振興券到期 業績下滑 邁入第九屆的台北國際動漫節 今年的參展廠商 也比去年少了一些 只能說時機拜拜 以往五天創下兩億元的商機 恐怕無法超越 但在動漫迷熱情的力挺之下 也為出版商打了一劑強心針 人間衛視離入立旗台北 採訪報導 有很多人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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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想要 我不是說 也不是說 我不是說 谢谢大家